远方上口突然冲出一台红色仙背车 回转自撞红绿灯机座后停了下来 红色仙背车车头右前方破裂全毁 警方在机车骑士引导下 立刻到现场处理 新竹市一位89年次阳性驾驶 喝酒后开车上路 先是在金国路和民族路口 发生碰撞意外造成一人轻伤 但是驾驶不但没有停下处理 还驾车逃逸 之后又在新竹台大分院 把一整排的机车撞倒 有热心机车骑士发现 酒醉驾驶肇事逃逸 立刻通知巡逻警察 肇事驾驶的位置 警方将他逮捕实施酒册 酒册值高达0.69 那为该车肇事驾驶 有不依规定处理之现象 线上巡逻警力发现 该肇事车辆时 为该肇事车辆 再次发生交通事故 全案依交通事故做一个处理 那有该肇事驾驶 有涉及到相关刑事案件的部分 全案依请新竹地检署 做一个侦办 酒醉驾驶几杯黄汤下肚 还开车上路 自己不要命还撞伤他人 肇事逃逸更是最佳一等 驾驶罔顾人民的行为 实在太不负责任 如今面临刑事法律责任 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何孟前张志仁新竹报导 第一个字 请搜索 请搜索 平面 日子 阮